电脑同时打开多个元件的时候 不太流畅 该怎么办 哈喽大家好我是光头哥 这台电脑是A2141 16寸的MacBook Polo 直接升级个64GB内存 电脑内存是16GB 机主要升级到64GB 先拆下电脑后壳 先断开电池 这部分是内存 背面还有内存 把主板拆下 这个上面也有灰尘 如果机会过多 一受潮一创电 就会容易导致不开机 我们也顺便清洁一下 这把背面的贴纸 先加油一下 这个正面8颗 背面也8颗 把这8颗内存夹下来 5、6、7、8 好再把主板反过来 这里还有8颗 这里的16颗内存 我们已经从主板上取下来了 焊盘的话 我们正反面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准备一套64GB的美光内存颗粒 这个是原机16GB的 这个是64GB的 我们要换上去的 都是美光 宽度是一样的 长度不一样 长度1052 1053 7.51 接下来我们进行直锡 找个定位价 风枪加热 轻轻吹动 这个吸珠就会慢慢的融化 内存先对好位置 我们一次性吹 一定要装好 不然一个装不好 那就白搞 因为16个到时候再来回判断的话 就有点麻烦 回味 好 正面的8颗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好 这下一个 内存安装完毕 把这保护贴纸贴回去 正面的贴纸也贴一下 主板装上去壳 盖上电脑后壳 插电 好 Logo亮起来了 内存就由原来的16GB 已经变成64GB 这电脑的64GB内存 我们就已经升级完毕啊 再战十年 不是梦